局中面有很多非常精妙的构思手法以及陷阱继谋 深受向其高手的热爱 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围绕着弃马十三招 继续为大家介绍新的构思手法 好 我们直接红方当头跑 黑方顺跑 此时红上马 黑也上马 红方抢先G1进1 黑方出直G 那么接下来红方直接G1平6穿攻而过 黑方G8进6 这里黑方走了一个过河G 同时这个G在这里目前来说 把自己的锋盟掩漏住了 如果说走G8进4的巡河G稍微好一点 此时红方直接进G卡住 这步棋的好处就是集结火力到右翼 集结在一起展开他被动的左翼 在这里既挡住他的子力出动 同时对他有一定的威胁 那么此时黑方马二进1 那这步棋就给红方留下的机会 红方直接G9进1 选择弃马 这里弃马的目的主要是引诱 黑方直接进炮打掉敌马 然后我们升炮过河的话 打他7路马 那显然黑方不打好像也说不过去 选择的直接吃马打掉 此时红方直接进炮 可以说黑方在这里犯了一个忌讳 就是开局炮不轻发 同时红方一旦弃死的话 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陷阱计谋 显然黑方中招了 此时这里打马怎么办呢 前面我们有讲过他第一个变化 直接马去退趴进行退 第二个变化直接炮二退二 进行跟我们交换 这两个变化都是得不偿失 今天我们再看新的变化 直接 居八退四 先退居守住 那走到这里之后呢 红方目前来说吃不到 直接平居过来 这里先卡住 黑方也没有办法 居一平二 认为这个炮在这里 是对他有一定的威胁 同时也是逼迫我们平炮打掉 因为这里打完之后呢 显得他出具啊 抢了一个速度 因为刚才他在这里得完一个马 现在还回去啊 他觉得也是理所应当 那此时啊 这里又有两个变化 红方有第一个变化 直接平炮打掉马 第二个是直接进炮 打掉中组一将军 由于变化比较多 我们今天先看他直接 炮八平三打马的变化 这里打完之后呢 显然这里还打着七路底下 因为这里如果说 一打掉将军的话 显然底线被突破 迅速能够居久平寺 大军杀过来 所以说黑方选择了飞向 好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红方再次装弓炮发出 进炮一将军 可以说啊 刚才采取一个弃码的措施 是先弃后取 然后不仅得子 同时得力 这里打着一将军怎么办呢 黑方显然这个炮啊 目前的说发不出 如果说你这里打完之后呢 红方并不是吃你炮 而是直接重炮绝杀 这个炮又让不开呀 如果说让到右边来说 重炮绝杀 可能感觉有一个炮5平6 但是我们直接居久平4的炮 那这里既丢炮 同时又面临着绝杀的危险 你这里还不能居二进二来看炮 因为我们这个炮还打着居 所以说它仅此选择只能称式 有四六进五 还有四四进五 今天我们先看它四六进五 这个变化可以说稍微简单点 但是齐友们 这步骑走完之后呢 红方采取六步 精妙绝杀手法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此时红方直接选择 平炮打枪 这里打枪的话 显然黑方还不敢吃啊 如果说直接平去吃炮的话 近居下里就是个鞠炮 铁门栓杀 所以说它这里又有两个变化 第一是退居回去守住底线 第二是降平六 避让 首先我们看它直接退居的变化 走到这里之后呢 请我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 接下来这一步骑啊 可以说是啊 能够提升我们思维 也是让我们呢 长一定的小小的优势的局面 请我们先思考一下 这一步骑该怎么走呢 好 我们话不多说 红方直接甩鞠过来 这步骑走的稍微有些欺负人 其实我们一看大家都知道 这里这个鞠啊 弃鞠你是不敢吃的 如果说直接进鞠吃掉的话 显然我们进鞠啊 就是个绝杀 吊虎离山 忌中寒忌 那现在黑方怎么办呢 又有两个办法 不能吃只能躲啊 要么是G8平6 要么是G8平9 首先我们看它G8平6的话 那此时这里形成一个霸王鞠 你这个鞠显然不敢离开 一旦离开的双鞠下底 就能够绝杀 那走到这里之后呢 黑方眼看没有办法 选择G2进4 把这个鞠啊 赶紧走到巡河口 必要的时候 调过来进行的护驾 此时红方再次气泡一将军 黑方也没有办法 如果说鞠起来的话 进鞠将军的话 不但丢鞠啊 还能够迅速结束战斗 所以啊 忍无可忍 选择只能吃掉 红方禁鞠一将军 弃鞠 黑方仅此吃鞠 再次啊 禁鞠 绝杀 此时这个鞠啊 是来不及救驾 黑方完全掉入陷阱 红方绝杀在前 那这里当红方平鞠过来 欺负黑方这个八路鞠的时候 黑方还有第二个方案 直接鞠八坪九 那此时红方依然是双鞠联手 形成霸王鞠 强行下地将军绝杀 那黑方又有两个策略 第一个是直接鞠九坪六 第二个是降五坪六 提前避让 首先我们看他鞠九坪六的话 那此时啊 依然有禁鞠下地 古普走的是直接炮一禁二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这里我们可以先禁鞠 把它给七置住 这个鞠显然走不开啊 接下来我们再次浸泡下地的话 即打他的鞠 同时啊 他丢鞠丢子 势在啊 红方必胜 好 我们就按古普的来 古普是直接浸泡 下地一将军 那么此时如果说 红方直接平鞠砍炮了 那和我们刚才 前面一个变化 没有什么差异 那他选择的G六 进三 即逃鞠 同时还咬着我们中炮 那这里就很简 直接进军一将军的话 他再次只能回来 那走到这里之后 相信其友们一看 我们直接可以平炮打掉 然后啊 炮一抽开的话 显然他是赶不及了 依然是一个红方必胜 好 那么我们再看他第二个变化 就是当我们这里双军联手 形成霸王军的时候 黑方还有一个降五平六 提前避上 那此时红方依然是强行下敌将军 逼迫 黑方直接吃鞠 吃完之后呢 那么我们再次进鞠将军 黑方只能降六进一 好 走到这里之后呢 红方只需要走一步 一步起啊 黑方就只能果断采取认输了 直接来了一个冰三进一 显然前方啊 双炮一鞠的话 已经大军压进 力量不够的话 这里采取了启用后方的马 一旦马三进二 再有马二进三的话 这两步起一走啊 那接下来 黑方啊是必败无疑 由此可见呢 这里目前来说 红方采取了一个针对他空虚的左翼 猛追猛打 黑方必败 好 我们继续返回到先前的这个局面 当红方直接平炮打掉相的时候 黑方第一个变化退居 那他还有第二个变化 直接降五平六 提前避让 那此时红方依然是居久贫寺 临头来一江 那现在黑方又有三个变化 第一个是贫炮挡枪 第二个称是 第三个直接贫居 首先我们看他贫炮的话 那红方二话不说 直接贫炮给你打掉 打完之后 这里称是吃掉 此时红方再来一个禁居一将军 黑方降六进一 那这里为什么要将军呢 主要是让黑方降位不安 把他这个老将请上二楼 那么接下来 红方再次兵三进一 目的很简单 想把这个马跳上去 一旦双军马炮 形成强大的火力攻势 黑方招架不住 黑方赶紧居二进四 走一个巡河区 就不让红方跳马 此时这里如果说我们直接跳马的话 黑方直接平居 这里牵制住 所以说红方提前的身居压制 那么接下来 眼看着红方直接跳马前进过来 红方显然是 大势在握 黑方招架不住 必败局面 那这里当红方平居过来将军的时候 黑方第二路变化 事物禁令 那此时红方依然给你打掉 打完之后 显然这个居封锁下二线 黑方老将不能动 中路又有炮 这里黑方只能采取投降了 因为接下来 红方既有 平炮打马抽僵 同时还有 平炮闪开了 形成双军座杀法 那么我们继续看 他第三个变化 就是当将军的时候 平居过来 直接电居 形成对居 来平居挡枪 但是红方这里不理 直接移行换位 居四平二 禁居下底的话 就是个绝杀 此时黑方 因此降六 禁五 躲到中路 此时再次一将军 他只能退居 那么接下来 红方直接来了 再次使用悉心大法 双军夺居 这里显得有些欺负人 凶狠无比 好 七伙妹有没有觉得 今天这一系列的孕子手法 非常的精彩绝能呢 如果说觉得不错的话 欢迎评论区交流 接下来明天 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当我们这队装炮将军的时候 黑方视似近武的变化 好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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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